虽然汪精卫做上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头把交椅 可左有廖仲凯 右有胡汉民 根基不稳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 要想掌握最高军权 那也得爬过许崇志这座高山才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月20日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突然被刺杀 廖案发生后 汪州国民政府很快就决定成立 由汪精卫 许崇志 蒋介石三人组成的 特别委员会 受以政治 军事和警察全权 经过政策 新一方是胡医生 是国民党的右派集团 正因为胡汉民的唐兄弟 就是胡医生 所以汪精卫不想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8月25日 汪精卫下令逮捕胡医生 林直勉 张国珍等人 与此同时 一群手持枪械的黄埔军校学生军 突然闯进了胡汉民的住处 肆无忌惮地搜捕其堂弟胡医生 下达这道命令的 正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而此次抓捕行动的矛头 更是直指胡汉民 广州城被闹得沸沸扬扬 王精卫蒋介石恐怕引起事端 暂将此事割下 胡汉民被送往黄埔军校住下 随时必居黄埔 如同软禁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胡汉民 与此案有直接关系 但他已不为国民党左派所拢 在国民政府内不能立足 在汪精卫蒋介石的劝说下 胡汉民虽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以考察之名远走苏联 与此同时 随着廖案的进一步调查 发现粤军部分将领也参与其中 这直接影响到作为粤军首领的许崇志 许崇志作为东征总司令时 蒋介石只是总参谋长 无论是党内的资历 还是军中的实权 许都在蒋之上 即使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 手握党军 实力也远远不及许崇志的粤军 此次廖仲凯被刺杀 蒋介石借机力劝许崇志 出走避风头 许崇志一走 蒋介石立刻带着黄埔军队 包围了他的司令部 绞了他的线 掌握了绝对的军权 廖仲凯一案当中 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了最大的受益人 二人不费吹灰之力 扫除了党内的危险炸弹 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和军权 汪精卫可称是大权独揽 但他的软肋 是缺少一支忠于他的私家军队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当中 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 注定不能在最高领袖的位置上 做得太久 1926年1月 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开幕 在这次大选中 蒋介石更以248票 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仅仅只比汪精卫少了一票 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一跃成为国民党领导层中 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